哈囉大家好我是盧哥 歡迎回來到我們傳說對決 那麼非常高興這個系列終於來到第三集啦 今天要討論的是悟空在實戰中能夠用到的實用技能 那麼廢話不多說 開始咱們今天的影片吧 第一個是卡班問題 相信大家都知道悟空有這個肢體上面的障礙 常常會普攻敲不出來 那這個問題是為什麼 又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讓我們透過影片來做一個最詳細的講解 首先呢卡棒的原因就在於前期攻速不夠快的時候 那會卡棒的時機就是在普攻完馬上接技能的被動就會造成卡棒 這裡呢慢動作可以看到 這個被動慢了幾秒棒子才會出來 這對於前期打野的速度是有一定的影響 那到底該怎麼解決前期卡棒的問題呢 這裡我們先撇除攻速的問題 因為前期攻速本來就慢了嘛 這裡呢我提供兩個解決方法 第一個是透過普攻在拉打接被動 這樣就可以減緩卡棒的問題 讓我們看看慢動作 第二個解決方法比較吃手術一點 這也是需要練習的喔 透過技能直接接被動的動作會很流暢 但有時會出現空棒 待會呢我們會提到 第二個空棒問題 這個應該是資深一點的悟空玩家才會出現的狀況 而且這個問題非常的嚴重 連我自己都會犯了毛病喔 這裡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消失的被動 這就是手術接太快會造成的 那這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呢 其實就是冷靜一點不要這麼嗨這樣很可怕 第三點兩棒流 兩棒流是我們上一部影片中所提到的 這並不是真的只敲兩棒 而是每一個被動之後都敲出兩棒 這非常的吃手術以及熟練度 因為這能夠讓你的悟空在打完一套後揮出六棒 這傷害遠遠超過平常的三棒流 由於這個非常吃手練度 所以建議各位觀眾可以先到練習場做練習一下 實戰中或許可以派上用場 好的廢話不多說 讓我們先看看實戰中怎麼用出兩棒流 然後執法是什麼 這裡呢我把每個被動分開來做介紹 不然會太混亂 首先呢1技能隱形靠近目標後普攻兩下 接大招定住敵人之後再接普攻兩下 接下來是2技能拼反應 如果對手有位移就貼上去再接普攻兩下 第四點 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顧名思義就是要去猜想對手再衝三小 再來個出乎意料的技能 進場讓對手措手不及 這個呢就比較吃觀念啦 把對手的想法拆透透 這樣就可以馬上在實戰中做出決定 下一步該怎麼做 還有一點就是透過隱身的極限 讓對手看不見你的情況下進場 就讓我們看看實戰影片吧 這裡正常應該是直接衝下路 但我選擇走中路再切路 看看效果吧 對手不好 等運動 防守大招 ils 攻擊對手 攻擊對手 攻擊 covered手 攻擊對手 攻擊對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邊大家先不要沉浸在殺人的喜悦裡面 注意小地圖對方的奎倫會去哪裡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圖倫在下入清兵 那他很有可能走的路線會是1或2 為什麼我要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射呢? 因為你能夠精準的去猜想到對手的動向 就越有機會讓他含著淚水吃你的大棒棒 第五 奪命大棒棒 這個詞是我自己取得 大概的意思就是悟空他的普攻是有一個垂直往前的擴散性傷害 那如果熟練這個操作呢 在實戰中是非常好用的 讓我們看看實戰影片吧 這一棒呢 本身距離是不夠的 但是有了防禦塔加上擴散性傷害 是可以直接把傷害灌到射手身上的 射手 É有射手 對手 手壯 這手 手壯 在射手 就越可笑了 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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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 鬥戰聖佛 意思就是大家要知道當悟空肥起來之後是很容易可以扭轉情勢的 他那個爆發的傷害估計是全傳說對決最恐怖的 所以裝備起來之後情況又允許就要放感情的去敲人 第六 NYU看到勝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